年轻就得有朝气有活力 每天容易在阳光之下享受新鲜的努力 不要问我什么事情 年轻就是他妈昨晚上喝多了 今儿也得去他妈TiSupra 你要不用去后面睡一会儿 我能睡吗 这么大日子能睡吗 你得他妈瞪个眼瞪我去我去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天我们要去北京去订一台 Supra 其实具体来说是两台 因为现在开车这人也要订一台 之所以说要订两台 就是因为多买的话 这不能看能便宜点吗 是本着这个想法去的 就好多朋友都觉得 你看你们车评人或者怎么着 你们这买车肯定便宜 有什么媒体价 这台车现在外界传的加价 要加10万块才能买这车 原价62万的车加完10万 也就是72万 我们今天也是去验证一下 看到底要加多少钱 而且我们可以说是同时验证两次 可以啊 我觉得我一定 我这一段睡了一段的呢 我已经找着点车主的感觉了 但是我眼镜找不着了 哎呦 找着眼镜 哎呦 这是我操 你帮我找我行吗 我我妈也看不见了 哇 is that a supra is that a supra 这是我们贴了一个车衣 因为这个颜色不能外录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对吧 对它贴了一层车衣 所以我打开的话 它那面板是可以看到颜色 所以说哦 所以你可以偷偷告诉我 对你拿嘴描述我才 什么 但是我也说不好 因为每个人对颜色的每一样都不一样 所以还是得看到实车 您还没有见过实车吗 其实我见好多次了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之前见到所有的实车 那种感觉不一样 因为这个实车 它是出现在四海子店里的 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得到它 而之前你看到它 我在东京感伤展上见过 但是这东西感觉跟你生活 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对 但是这 拓手可得 我们下个月有可能会拿到p 拓手可得 那我得先拓个手 拓拓拓 我们要是车看完了的话 我们坐楼上就行 楼上我给你准备了一颗房间 来来坐 哇 这让你喝点水 一路辛苦 这水要是喝了 这不买可就不合适了 这国内的这个大概有多少两配合 300 看好像之前听说的是一模一样 哎呀我太多年没在四海店 买过车 那你能通过你自己的渠道去买车 不是主要买是二手的 哈哈哈 车大概多久能到 是这样的 我们今年的话有一些车 还是主要是看您的车型的颜色和排量 然后跟内饰的颜色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交车日期的话 都会有一些变化 对第一批车我跟孙孙孙孙前几年聊天了 嗯 巴拿鱼和那个堵船那事件呢 对咱们交车呢 也有些影响 第一次觉得这种国际热点新闻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系 对 所以说就是大概交车的日期五月中旬 第一批车的话我们之前说的是五月末 现在可能再会延后几天 因为堵船时间 哎呦我必须我们这急匆匆 这种着急活了就是为了成为第一批车主 我的意思我们哥俩 他跟我我们俩是好兄弟 确实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 他店里来一红的 但是我这人不多人所爱 不实在我也想要辆红的 谁买苏快谁不想买要大红车对不对 所以说最后我觉得退而求其次 我买一黄的 这样的话他红的我黄的 我俩这番茄炒蛋就会成了 他红的黑内 我黄的黑内 320的听说配额也是相对来说 比220多一些 我们配额的话 320的配额的话应是最高的 220是比较少的 220是比较少的 那我觉得咱要不执导黄龙吧 执导黄龙 执入主题 笨主题这是不是就不让拍了 就这比较敏感一下 明白那咱先瞄了他 Supra 真帅 那天我一哥们跟我聊了一个话题 他问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牛逼吗 他说我用一句话给你概括 什么叫牛逼 就是拥有不该是你这个年龄段拥有的东西 就叫牛逼 甭管是事还是物件 就比如说 30多岁拥有一台Supra 其实这不叫牛逼 你要18的时候你有这么一东西 这叫牛逼 都已经有俩孩子的人了对吧 还来买两门车 这也算是一种牛逼吧 但愿我媳妇也这么认为 所以说我跟孙先生我们俩约定好了 这台车和亚历士我们俩一起买 再过一段时间日产还有400Z 我们到时候都得一块办 这个黑红配的内饰 其实看着实物了以后没有那么糟 你不觉得 我严重怀疑 这是上一代宝马的系统 因为它看起来和我的MRC太大妈像了 他说不能耍信用卡 耍信用卡不在了吗 耍信用卡 是吗 您借5万吗 我没那么多 在这儿 我说就5万 你没带卡 没有 怎么办 尴尬呀 我说等会打电话 我凑凑 只不好意思只能转5万 微信 我看我微信有钱 这有一块一毛九个 我微信有钱 除去吧 哎呦 你借我5万 哎呦 我这不是那妈妈 我媳妇限额了 她给我转 只能转5万 你要借我5万吗 我明天就给你 又瞎了瞎了 你说买这次 何尝又不是一种觉悟 这次的话对吧 性能都差不多了 还是敞篷 最重要的是 比这玩意偏了 便宜20万 谢 要不咱俩标板 替俩这次 付定您付定您 都行没事 来您在这 您签帮的 您签帮的 哎呦 我这还得戒备 我跟你说 你要这么说的话 他也帮不了我了呀 你帮不了我了 他帮不了我 我可不得戒备吧 我就戒备 别说戒了 买素吧 墙都得伤 戒 戒是庆的 戒就戒呗 不戒备吧 不戒备吧 不用 你知道没骂吗 不ZDM 这是个N55 你公司的账户版的 哎好嘞 是 他有 乖 我自己 弄我自己就行 刚从戒备里戒出来的 是热乎的 一十万整 这就是个开始 我大概那天 估算了一下 这车我是想玩好了 还得有四十 再买丰田还来你们家 嗯 没问题 到时候一定找我 还要为您 没有 这个 yes 恭喜 恭喜 我这是可能是时隔十年 第一次在四大店里买新车 真的 十年了没买过新车 我上一台买的车 你知道四大店买的车是什么车吗 法伯斯 那是从四大店里买的 那我们就撤了 我们就回天津了 我已经喝了 这主席啊 就这还快一斤 还快一斤 我也已经上车了 哎好 接下来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了 我们这个从四大店现在已经是 把车的订单拿下 我们已经基本确定 我们已经是中国第一批 行货的super车主 因为之前的话 确实也是进来了一瓶进口的车 所以说我们也算是第一批车主 感觉还是挺梦幻的 接下来就等了 估计个把月车型到 到时候带大家来提车 简单说一下这人家不在了 我们就可以这个对吧 说点关于价格方面的事了 刚才我们的一个朋友在成都订车 他那边现在问到的价格是加10万 我当初就说嘛 你知道这车不价价 我不买 明白吗 不价价我不买 我首先你听我说啊 我那天我问了乌佩老师 乌佩老师就没价价 人家厉害 人家有门道 对吗 但是我也不是扯平人 我没有那门道 作为普通小费者 这个信仰充值 怎么个冲法 价价就是最好的体现 哎 冲 不管价多少 冲 但是呢就是价价这个情况 各地也不太一样 就我们刚才在这家店里面问的 人家是价价 价7万多 裸车是个整数 70 62万6这车是吧 加完了以后 70提车 哎呦 这不我这面吧 咱也感受到我面子的威力 迫于我溜溜哥大网红 哎 迫于我这面子这银威啊 到这来卡价格立马 到时候就便宜4000块钱 哎 看这意思了吗 哎 行不行 哎 是不是面子大 啥也不说 你看我往那里坐震慑住了就知道吗 立马这价格 卡卡卡你一听 哎呦大了 有了饿了 立马优惠力度这不就出来了吗 4000块钱啊 4000块钱那不少了我跟你说啊 你不得感谢感谢我 便宜4000是4000 而且我还我还开了一瓶鱼 对啊就是说呢 你看我要没有我我告诉你 今天这一云就是康师傅 你信不信 不可能给你一云啊 来自阿尔卑斯山脚的这个对吧 这都是因为迫于我的银威啊 面子说白了就是 我跟你说我这 我这面子就给你们鞋垫子在了 你知道吗 4000块钱弄得兴事动纵的 这么多人来来回回各种问 最后 哎呦 哎呦 什么这小兽警力再有这大大负责人 我见他店长最后就最后就值4000 你知道吗 就值4000就见面子 你知道 咱就见面子 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啊 千万不要以为啊 哎呦什么这个网红啊 什么这大的 我告诉你车名人好使 不是车名人真不好使对吧 你跟人厂家认识行 你不认识根本没戏 加价这事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这是荣耀 哎我 甭管多少钱我告诉你真 要不是兄弟拦着我 我今天这事我高低我 你加7万5 不行 人能把成都加10万 你凭什么加7万5啊 你不加10万的时候不买 哎 我需要跟他们平行 对吧 我们都属于第一批车主 怎么我就能比人少花钱 不行 哎我们都是有觉悟的 对吧 不就是坑我们这点信仰吗 没来坑 哎随便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为什么让我的生活更加艰苦 对不对 让我的衣食住行更加朴素 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为了什么 最后还不是为了 对吧 让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吗 是吧 哎毛病我跟你说 事办的 可以啊 按下7万 少了我说加少了 就应该很巴巴一下 十万 就加十万 爱要不要 对吧兄弟 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